再開啟第五個單元 那有關竄列的相關的方法 這上面有列出來 那其中的話呢 比較重要的 常用到的像什麼呢 像如果你要算竄列裡面的數量 也可以用LEN 有點像跟Excel裡面那個 LEN的功能很像 那還有mini 算裡面哪一個數字最小 哪個數字最大 然後呢 裡面的所影值第幾個 index Cons的話呢是什麼資料出現的次數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append append就是什麼 把資料加到竄列裡面去 所以我們待會練習 就是利用這個竄列 然後呢 首先要先建一個空的竄列 然後把資料放進去 然後再計算什麼 計算它裡面到底有幾個成績 然後它的總分多少 它的平均多少 最高分幾分 最低分幾分 大概是這樣 那當然啦 這些方法以前 你有點像 就把資料填到Excel裡面啦 只是說呢 我們現在練習是全部在Python 那怎麼做 首先我大概demo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寫一個程式 一支程式 它就是 我希望它能夠填資料 有些類似像這樣 假設呢 它可以跳出來這邊 請輸入學生成績 那我就輸入大概幾個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好 假設四個學生好了 那最後如果我要結束的話呢 我就輸入負一 負一的話呢 那就表示離開 所以啊 其實基本上它是一個話語碼號 一個無窮迴圈 直到什麼呢 我輸入的資料是負一的時候 它就離開 那離開之後的話呢 幫我計算什麼 Enter 計算總共需要有五個結果 一個是 到底你剛剛輸入的學生有幾個 四個 共有四個學生 那幫我把這上面的成績全部加總 並且算出它的平均 然後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然後順便告訴我它最高分是幾分 最低分是幾分 OK 當然啊 這個如果在一次有做應該是蠻簡單的 可是我們不是 我們是要改在拍攝裡面完成這件事情 那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第一個 首先的話呢 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先分兩階段來做好了 首先第一個 輸入成績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才是怎麼 把那個結果輸出 所以我們怎麼樣做資料的輸入 OK 它底下才是輸出的結果 第一個的話 我們如果要建一個這個串列的話 特別特別注意哦 如果以後呢 你要輸入是大量資料的話 那一定要先建一個空的一個串列 那空串列的話 像空 空之中有兩個串以後 那如果說你今天要建一個空的串列 那名稱的話叫Score Score等於有沒有 空的串列 那就給一個什麼 中瓜阿虎就可以了 裡面不要放東西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加總 這兩個其實這個Total先不要 因為Total是最後加計算總分的變數 那另外的話呢 我要再建一個變數叫Inscore 就是輸入的成績是多少 OK等於0 假設我預設裡面一個變數叫Inscore 那底下的話一樣 我就先再增加一個FileEmail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我就讓它輸入成績 所以一樣Inscore等於什麼 等於Input 有沒有 然後呢 當然裡面的話 請輸入成績 輸入完 比如說我今天輸入85的話 那一樣道理 因為Input 它裡面輸入的一定是文字 有沒有 雙子後 85的字串 所以我要把它改成一個數字的話 記得一定要轉型 所以轉型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在這邊輸入一個int 有沒有 刮符 後刮符 把它轉成整數 不過 另外一種可能性說 如果它成績有小數點的話 如果你有int的話 那它的小數點 就會消失 所以哦 如果你要兼顧 整數 跟小數點的話 浮點的話 那特別注意哦 這個外面的轉型 你就改成一個叫EVL EVL OK 如果你要兼顧 有沒有小數點這一件事情的話 你把它改EVL EVL的話呢 就是呢 它會 如果有小數點 它還是會保留 OK 所以特別只有 我雲端上面看到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 老師你怎麼 之前不是用int嗎 那這邊你怎麼用EVL 那你想說 老師那可不可以用float 可以用float 可是如果你float 變成如果是整數的話 那還是會幫你轉成浮點 變成說 後面會點零 有沒有 九十 八十五點零 怪怪的 因為本來是整數變 有一個小數點 那如果說你要兼顧 整數還是整數 小數點還是小數點的話 那你可以用EVL OK 那底下的話呢 我們做一個邏輯判斷 如果什麼呢 如果它裡面 inScore裡面的值 假如不是負一的話 我剛剛講的 不是負一的話 那就是表示說我輸入的是像這種 85 96 OK 那這個成績的話呢 幫我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score的這個串列裡面的話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關鍵來了哦 如果你要把那個這個資料放進去的話 第一個你就是 跟它講說我的串列名稱叫score 取用它一個方法叫append 其實你打點的話 它會出現 append就出來了 刮斧裡面的話放什麼 把那個你要輸入的資料放進來 inscore OK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就全部輸出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我們這邊 可以先做一個列 也就是print好了 假設吧 我們輸入完之後 我們先不要計算什麼幾個人 總分平均那些先不管 我們先把score先把它print了出來看一下 OK 我就加這一行 資金給各位看一下 請輸入學員成績98 97 96 三個就好了 -1 那你會發現哦 我輸入-1之後有沒有 它就會跳到else這個邏輯 那就break break掉之後的話 它就再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score的結果print了出來 enter 那你會發現哦 pint了出來結果會長這樣子 有沒有 中刮弧 裡面放三個成績 就是98 97 96 幫我放進來 它原來長什麼樣 原來是這樣子 最後變什麼 變這樣子 OK 那就是利用append的 可以幫我把成績放到那個 串列裡面去 OK 第一階段完成 那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哦 如果 做完之後呢 那我 假設已經都輸入完畢了 這個串列 那如果我想知道哦 總共有五個訊息 這個串列裡面到底有幾個成績 就幾位學生 第二個的話呢 總分多少 第三個平均多少 第四個最高分 最低分 五個訊息 那我該怎麼做哦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畫面一些 剛剛沒有切哦 那試一下哦 把那個第一階段先完成哦 好